在你的印象中 成功人士都長什麼樣子呢? 是西裝筆挺 很MAN的男性 和有點凸 男性比較容易凸頭 到底是刻板印象 還是有科學依據的呢? 讓我們來看看今天的美衣動知識 美衣制 美衣制動知識 一般雄性凸現象 是從髮際線M型後退 再從頭頂中心蔓延開來 不過想知道為什麼凸 就要先從毛毛的生長週期認識起 一個毛囊會歷經2到6年的生長期 約末2週的衰退期 接著是1到3個月的休止期 然後成為房間地板上撿不完的毛髮 毛囊會重複循環生長週期 直到毛囊堵塞、閉合、甚至壞死 而雄性凸主要是因為雄性荷爾蒙過多所導致 雄性荷爾蒙高固酮 在於毛囊中的5α還原酶作用後 代謝轉換成二氫高固酮 二氫高固酮又被稱為毛囊殺手 它會使毛髮變性、毛囊萎縮 直到長不出心法來 而飽受禿頭困擾的患者 通常前額或頭頂的毛囊會對二氫高固酮特別敏感 就成為常見的雄性凸或地中海凸 且大部分跟遺傳有著密切的關聯 那為什麼女性好像比較少看到禿頭呢? 其實女性也有禿頭的困擾 只是發生位置大多在頭頂或髮旋的位置 也比較不會全部禿光 只是稀疏單薄 而且比男性晚出現症狀 偶爾也會遇到因為壓力大 或者懷孕造成頭髮突然掉太多的狀況 讓眾多毛囊一起進入休止期 屬於暫時性現象 每一致最後提醒您 掉髮是人類必經之路 除了平常多注意頭皮養護 想要延緩髮際線逐年後退 就尋求醫師治療吧!